但是千錯萬錯 我們對外一定要說是男人的錯 對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自古以來 男生的一種障礙跟這種責任 這個社會覺得說 你就是不能提出分手 你只要一提出就是你變心 但是我們要仔細想 也許他是比較動足機先的那個人 他已經知道問題在哪裡 或是比較理性 那我反而不喜歡那種勾勾頂 我覺得提出分手的人 真的也是蠻倒霉的 尤其是這個圈子 我們要面對的人 還不只是什麼女方本身 還有這個他的家長 雞毛仔 雞毛仔比較壞 那個雞毛仔比較壞 我最近也有機會在雞毛仔出現 這四年後才出現 但沒有比較慢的 這個無所謂 這個我們覺得吃虧 有時候就是一種占便宜 這個我不會記者 舉例來講 所以我們去開個會 然後像我昨天去開會 那就有一個開會的小姐 拿一個本子出來 正準備打開的時候 不好意思這個本子還好吧 我說幹嘛 裡面是小S的那個代言的那個贈品 我說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大不了失落而已 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麼多年你心中還有什麼 沒有啦 我把你放耍 我把你放耍 你不要給我撿到剛剛那裡 你講完了 後面要保留 我是說 我就說我跟他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跟小S一直是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很多周遭的原因高到 所以我們連朋友都不能做 那像阿寶我跟他還是朋友啊 我們都還是 對啊像他昨天又轉答說 他昨天有事 我們是有事才聯絡 最近的事情就是 曾國成要報多少 詹明熊要報多少 就這類的事情 我們會聯絡一下 他最近跟你傳訪的那個小女生 那個叫什麼 小嫻啊 就是剛剛看完那個小嫻演的那個國片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蠻有魅力 蠻佩服你 你怎麼樣達到師生戀的 對對對 你們現在你跟小嫻要不要聯絡 沒有聯絡啊 為什麼 因為 有事才聯絡 彼此都在忙嘛 那有事會不會聯絡 他最近的一件事情也是在問我說 那個曾國成要送多少 你傻了 憲老師跟他很熟 你是不是都喜歡那種比較可愛的 我真正交往過裡面 有沒有醜的 不能這樣講 有沒有不是可愛也是有 各種類型都有 我有交過是比我高的 多高 就是差不多比我高大概半個頭 如果他在穿高溫鞋的話 就將近一個頭 差不多是這種 差不多 我有交過這種身高的 有嗎 開玩笑我秘密可多的 其實大家在檯面 那這樣在清熱的時候就剛好 我上節目現在有必要這麼犧牲嗎 我已經認受不了 平常一直說 躺下來之後就不管身高嘛 你懂我意思嗎 就躺下來搞不好我還比較高 那我問你 被那麼小的女孩拒絕 你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也沒有非常的 非常的用力去Push什麼 對 他有好感就對了 對 不是 其實我覺得 凡事都要從交朋友開始 對 他的狀況是直接連朋友都不要交了 你知道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感覺 他要直接上啊 朋友都不要交 節目尺度這麼直接的 節目沒有尺度 沒有尺度 只有棒子 他是因為什麼 因為年紀的關係 後來我看呢 兩個禮拜後的一週刊發現 其實他已經有男朋友了 所以這樣也滿好的 那就直講 當你有男朋友的話 真的就不要去給人家那種 好像有一點困難 當然我們這個很難去幫他 去分析說他的心理狀態 就是比如說 我們就明講好了 就楊丞琳嘛 這已經講開了 就是說其實我是建議他說 可以直接寫一個簡訊 就是說 焦哥不好意思我有男朋友 那我們不會跟記者亂講 你留在這裡講而已 對 但是 但是他說 但是他留一個保留空間 我舉個例來講 就是說 其實我不太喜歡在報紙上看到 我寫的簡訊的內容 出現在報紙上 你知道那種感覺 那個讓我覺得有一點瞎 對 就有點像我在交友上面 被人家寫出來我的心情 你交友本來就是公開 你活該啊 你沒事做什麼 沒吃 交友你這個簡訊是one by one這樣子 你交友是one by everybody 你交友是one by everybody 你不要 握住了 你這個密子很差耶 你這個密子很差耶 好不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主持人 會被弓了啦 有些事情你明講會比較好 不要留一個預留空間 那我是一個想得很清楚的人 我也有暗示過說 你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告假危機 之類的 那他就說不會啊 其實有空還是怎麼樣 那以上這些簡訊我都有留下來 所以必要的時候 我也會召開一個記者會 跟大家正式的澄清 有的時候不是我們男生愛去怎麼樣 有時候是女生也留了一點空間 但是當你碰到這社會的時候 完了又是男生的錯了 因為你的職業被對方的父母去嫌棄 曾志偉先生 他是一個這麼樣的成功的大哥級的人物 所以他的標準一定比一般的女孩子的爸爸又更高 因為他看多了嘛 他大家南北看過這麼多的天王巨星 或是Superstar 所以他以前也覺得說 黃子秋是幹什麼啊 他就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我看到報紙就寫說 曾志偉嫌我的新家太小 之類的 不是你在台灣很紅啊 曾志偉怎麼會不知道呢 不是不是 但是對他來講 我們就是大便大便嘛 一樣跟他一樣 我們都大便嘛 對不對 那重點是 這個還沒講完 就是說他說我家很小 但他根本沒有來我家看過 那時候我有點受傷 因為說 家的大小跟愛不愛你女兒很有關係嗎 對 你覺得很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很重要 重點是 一百瓶如果還嫌小的話 那曾大哥 您的標準 那可能是豪宅的 他們在內部發展 對啦 但是其實後來 這個我們也要講完 真的不要亂撿 就是曾大哥其實是在開玩笑 一定要亂撿 曾大哥其實是在開玩笑 但是媒體就當真了 那媒體就真的以為曾大哥真的來過我家 其實他根本沒來過 他只是說 家裡太小啊 大一點再娶你啊 我根本沒有來過 可是媒體當真 可是我看完報紙之後 我很受傷 因為就算你是開玩笑的 媒體當真了 但是他已經嚇出來 好像我照顧不起你女兒那種感覺 已經寫出來 已經冒陌了啦 那個時候有跟阿寶 因為真的是有摩擦嗎 我還是會小小complain一下 就心裡還是不舒服 我說你爸怎麼這樣講 那一百瓶還算 可是也不關他的事啊 你跟他摩擦有什麼用呢 那難不成我要直接打給曾大哥嗎 好像不太熟了 其實也可以啊 真的嗎 對啊 因為如果說你有心 你都是這樣處理的事 那不能學 因為你如果你有心要取他的話 我覺得你遲早要跟老藏人碰面 已經有點像心思問罪 這樣不行了 那理數還是要 欸曾大哥 你媽收我家是一百瓶 你不能這樣 你不能家你媽媽的 這不會剪掉吧 這不會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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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該剪的不剪 不該剪的剪掉這幾個 你看看 原播 真的 這時候我們總不能直接打電話說 曾大哥那個我家裡 怎麼樣 其實你沒來過 你不要跟自己有亂講 不可以這樣子嘛 我們在演藝圈很重輩分 尤其是我們以前那一代的藝人 像我們看到屈哥 我根本不敢叫他屈哥 我眼光不敢直視他 他是影帝耶 對啊 他是金鐘獎影帝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未來的話 你會再想交圈子你 但是我覺得現在要交的問題 不是這個 而是我之前的故事太多 就是我那些故事會影響到 所有女人對我的一個既定的印象 這個是我覺得最麻煩的事情 對 對啦 其實膠哥在我們圈裡面 有女藝人殺手之稱 真的嗎 有有有有 剛剛孫首達人還是我 我幫他親家的 胡說咧 那我們這裡有個名單 就是 你看我們多有準備 多有心啊 還是你自己講好了好不好 不是我自己講 鐵定比那裡面更精采 但是我不可能自己講 我聽過太多太瞎的 欸欸欸 哇靠 真的假的 這麼多啊 我跟你講 詹仁熊這人就是不能交啊 這種朋友 我認識他太久了 他知道我太多事情了 我給交看 當然有一些不愉快的分手經驗 其實我印象當中 有一個女人 真的是把我給嚇到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是屬於比較理性的 當我覺得苗頭不對的時候 我不會在乎誰對誰錯 因為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我們的錯 有的時候是女孩子的錯 可是沒關係 OK 我願意當那個 提出的那個罪人 可是呢 女孩子就有時候 也很好面子 哭啊 然後怎麼樣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翻臉 那我還是屬於快刀斬亂麻型 好吧 大概隔沒兩天呢 我家的信箱就收到一封信 把我痛罵一頓 就說我其實從來沒有愛過你啊 然後就開始比較 有沒有 比起那個誰誰誰啊 你在我心中根本是什麼東西啊 痛罵一點 竹竹寫了兩三頁 最妙的是 他把那個最後署名的地方還撕掉 就他可能本來已經簽名了 比如說小嫌上 但他就 他 這只是舉例 然後他又把那個小嫌那邊撕掉 你要叫我此地無銀三百兩 那就是你嘛 那封信我到現在還留著 深深警惕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做得太over了 可是我後來覺得他現在過得很好啊 他誰啊 他誰不能講啊 真的 這是從來沒有在媒體上曝過光的 他是請工作人員用摩托車載他到我家 信箱那個鐵片打開塞進去 還好那時候沒有狗仔隊 不然那畫面真的很醜有沒有 一個畫大濃妝女人騎摩托車 臉上還很臭 然後塞一個信這樣子 畫大濃妝的 他穿的衣服時裝古裝 我不知道耶 你想幹嘛 你這套話是不是 沒有 古裝就一定是演的 好賤喔 不能演短劇啊 奇怪 誰說古裝就一定是演戲的 因為主持人會演短劇啊 但總之就是 那個時候讓我印象很深刻 也深深檢討說 我們到底是犯了什麼錯 那當然後來我也得到報應 也有曾經女孩子要跟我分手 我也是靠得像在頭 哭著挽回 這個 就是你沒有辦法想像 平常我們好像很硬對不對 那觀琴門來是脆弱的 另外一個案例也是讓我耿耿於懷 大概十幾年前 情竇初開的時候 很喜歡一個女的 追很久 花也送了 九十九朵玫瑰那個時代 十幾年前 然後白癡的 抱著一束九九玫瑰 千里條條到板橋去 然後他在學畫畫 就到畫室去等他 然後弄得很久 然後家長也是很反對的那種 也是公開幹狗的那種 好了 終於有一刻 我終於收到他的來信 字寫得很漂亮 學美工的嘛 然後寫寫寫 然後寫說 考慮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了 哇 終於 終於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信箱有很多 Love story在裡面 有瞎的也有屌的 好 可是呢 忽然間又不見了 你知道嗎 就他忽然間讓我從那個高峰 又跌到地獄去 最妙的是這封信 我也還留著 我每一次搬家這些東西 我通通都留著 你的教授是不是李瑯大師 再過二十年我可能可以 跟他有一樣的習慣 真的 因為我覺得 不是 那個不是說我生氣 而且我覺得太有趣的案例了 現在是你跟我告白喔 結果你又沒去 現在是怎樣 奇怪 怎麼會這樣 蔡燦德怎麼會這樣子呢 是蔡燦德啊 沒有亂講 反正 這段一定要播 這段一定要播 蔡燦德 居宗恆講出來是你